好 除了观众群内来关心 今天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你看到的推挤场景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要处理公务人员的选霸法 修正草案 目前你可以看到呢 蓝绿在主席台的部分呢 通通是挤成了一团 原因是因为国民党的招伟呢 这个徐欣颖要上台来开会 因为九点钟就是开会时间了 而现在呢民进党呢 是阻挡让这个徐欣颖 不要到了主席台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国民党要提案 要加研这个罢免的门槛 但你来看一段现场最新 我们什么都不怕 只有国民党 只有国民党才怕罢免 我们在守护人民罢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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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的是国民党 国民党怕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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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 好可以看到呢 現在綠營是不斷的在喊口號 就是質疑國民黨怕罷免 才要將這個罷免門檻來加嚴 實際上呢 今天本來是要處理的 議程是國土計畫法的部分 不過在這個藍營的 昭偉強勢排案之下 今天要處理選罷法加嚴 最主要引發詬病的 就是這個國民黨立委 許宇貞的版本 當中有兩條 其中呢 在這個75條的部分呢 也就是公務人員在當 公職人員在當選一年之內呢 罷免連署和這個提議都不行 而90條就是最讓人詬病的 所謂的像是韓國瑜條款 也就是說呢 這個罷免通過的門檻 從原本的雙門檻 要修正為同一罷免票 得大於這個被罷免人 當時的當選票數 引發了爭議 現在你可以看到呢 藍綠持續在這個主席台前 來進行推擠 而今天一大早 在四點半的時候呢 民進黨就發起了假極動員力 做的委員都在內政委員備戰 而在國民黨團的部分呢 則是在這個內政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不分區立委的部分 發起了假極動員力 現在還是持續的在主席台前進行這攻防 帶來看斷現場最新 國民黨怕罷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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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目前民進黨的委員呢 由於是全員動員的關係 人數上確實也比較多一點 而這國民黨的委員人比較少喔 現在還在持續的在僵持當中 而會議在九點鐘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剛剛稍早的時候 議事人員也進入到了議場裡頭 但目前還是一個無法開會的一個狀態 目前在整個推擠的過程 恐怕要等到來的張偉上台之後才有辦法進行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